有朋友問,就是阿偉 他說阿富汗局勢現在這麼緊張 油價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呢? 市場覺得是利好油價的 是 但是現在的商品市場就沒有這樣的反應出來 因為你想想,我們之前說阿富汗局勢 我們在說很難 很難看,我剩下10分鐘的時間跟你說 究竟發展會怎樣 當然有個直接緊 就好像順宇的個案一樣 市場有兩批人在想 有一個想法就是 在說未來整個中東局勢緊張 打仗 接著會說油價就會升上去 大前提是打仗 這是一個問題 阿富汗局勢現在的緊張是因為美國設併 未來可能美國扶持執政黨下台 那些人上來 可能純粹是阿富汗自己的地區內劣 當然說到最壞的情況 就好像ISIS的2.0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Gang出來了 那這些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說很難去評估一下 你說看好油價那堆 不是不對的 但是它們未必全都適合 還有大變數在 至於可能油價升不起一個原因 可能最後純粹阿富汗自己內亂 未必真的出現ISIS2.0 到時候不用打仗 油價就自然升上去 相反地現在疫情開始淡化 美國復工了 葉岩氣又噴噴聲地開出來的時候 原油供應沒有那麼緊張的狀況 油價就不升上去 拜登近期來說不斷強調 說要油祖國加回產 他很害怕原油價升上去 導致美國的通脹問題很大 油價當然升不上去 美國叫油祖國加大產量 但是他可以自己醃鹽汽油那裡全力開火 所以你說油價短線 我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我猜這些位置拉鞠的機會比較大 阿富汗局勢留意 但是千萬不要想到 看到那些影片被人走爛 那些人是慘的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情況代不代表真的要打仗 真的不敢肯定 相反地你見到局勢更緊張的時候 到時候才想油價 所以你要明白 好像有兩批人 哪一批人最終對 但是暫時來說 整件事件上先抱個觀望的態度 對 因為我想剛才Arnold也解答了一些大家的疑問 就是覺得中東的局勢緊張 油價應該會升 而且感覺上也會升得幾急 但其實國際油價昨天 一度是跌4%的 所以回到阿偉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問油價的看法 就是因為它持有中海油883 它8.9有貨 現在正在捱價 他說有沒有機會向上衝呢 這些位置我覺得比較難突破重要的阻力位 因為其實你看到100天 其實那時候有些跌浪的部分 移動平均線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衡量阻力 未來大家都懂得看 就是100天線 50天線 就是圖表上面 近期那兩條線上 這些一定是比較關鍵的 會不會一口氣突破50天 100天線 是不可能的 正如剛才所說的 因為不知道中東局勢發生會如何 如果緊張的 再升上去 所以我們經常說買股份 想起自己有什麼看法 如果沒有任何看法的話 你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因為那些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會當然不抓 你不會發現自己的看法錯了 所以如果你這一刻 你駕駛了883 你就要拼搏 整個中東局勢會緊張 油價載會上去 到時候就可以突破 剛剛說的 8.4 8.3 就是50天 100天線的阻力位 突破到9元也沒問題 是 但問題就是 大前提是中東局勢緊張 相反地 如果剛剛說的 個案就是另外一邊 油價有機會回復的 就是美國的醃癌汽油火力全開 不斷噴噴聲的量產的話 那就有機會落下8元樓客 或者7.5元那些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 駕駛8.5元的程度上 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直博率不及 好像買大小一樣 那可以不買的 可以買其他東西 不過油價真的很難看 所以這些位置是50-50 我覺得看上去看上去 好像買大小一樣 我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你總會有一邊對 那是否要這樣去搏 想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想這樣去搏 當然你說持續了很久 或者想要長線投資價值 也有的 我覺得油價也應該不會長遠 但是跌空間 這些油價也能給你一個 很可觀的泰息水平 所以你看自己的心態是怎樣 然後是要把某個的搏 在變成橋下方 你會不會長得來 Billy 然後馬來 不要再去找你的 你能夠